大家好,這是我們西亞圖住的旅館的Lobby 因為都沒有人,所以我可以盡情的來介紹一下 這一間是比較時尚精品的旅館 比較年輕人,走年輕人的概念 櫃台在右邊,不好意思去錄櫃台 當然這家飯店比較特殊,它沒有大門 它的大門就是你停車之後就直接走進來 所以大門不是那種很冠冕堂皇,一下子就找到 然後前方有水,有看到水 然後這邊是休息區 有高椅子,低椅子,還有沙發 然後還有電視可以看 那落地窗採光很好 我們現在九點了,天還是亮的 我上九點了,我不是早上九點 然後那個燈的設計也很特別 這邊好像也是早餐吃早餐的地方 然後我們繼續看一下 那我覺得它這邊很貼心 然後有附咖啡 有地咖啡的,讓我們煎的 然後有Hawater 然後當然它也有一些茶 它有附一些茶 不是所有的飯店都有 還有附... 這都紅茶,它不是紅茶 還有這個 這是樂可可吧,有看到嗎? 然後這個 還有那個 電磁爐 我很少看到電磁爐 你自己可以拿鍋子來煮的感覺 那,除了有室內部分之外 還有室外 那我們看一下室外 室外那沙巴感覺也很舒服 下面很適合 看電視 休息 寫功課 因為是媒人 適合吃東西吃飯 我等一下就要來泡個醬茶來喝 因為我的...我感冒啦 鼻音超重的 當然是... 把握時間錄 因為沒有... 這次沒有錄的話 說不定下次就沒機會錄了 好,那希望大家會喜歡我今天的介紹 掰掰